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到24K戒指了 你可能听过24K项链 你也可能听过24K黄金鱼呢 大家好 我是Jade 我是Jade 那这个频道主要就是说一些世界的趣闻怪事 而这一期我们就来说说24K黄金鱼 那最近市面上就有一款鱼 是养鱼界的新丑 是好像龙鱼那样 不是 它的样子呢 它的样子呢 就像照片这样的 你可以看到照片里面呢 它真的是闪闪发亮的 而这种鱼就叫做黄金鱼 据说在它的体内呢 真的是有24K的黄金 所以这条鱼价格可不便宜哦 那已经炒得很少 对啊 它的产量很少 现在已经炒了上万元一条 不过它的身体这么发光的特质是真的是黄金 真的是可以体验出24K黄金 哈哈 那如果给你们的话 想不想养一条啊 大家都知道黄金非常宝贵 但有些动物它们的身上就有黄金 日前一个渔民意外发现一只黄金色的大鱼 这只鱼全身都是闪闪发光的金色 但更不可思议的是 科学家发现 这条外观优美的黄金鱼身上的黄金 竟然是真的 这只黄金鱼被捕获后 在自然博物馆展出 那各位看官看过这条鱼的话 诶 是不是真的不得了啊 如果可以防止它到的话 那防止美侧美女 诶 真的是取而不尽 前提之下你必须要有它 嗯 对 可是呢 那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呢 因为之后呢 这条鱼啊 就被人家猜穿了 其实呢 它是Mitsubishi 就是山林公司的子公司 一间叫着 Roming Engineering Corporation 的公司 制造出来的 机械鱼 假鱼 对啦 就是假的 这条黄金机械鱼呢 它长达一米 重了再一点七公斤啊 它做出来的样子 整得像鱼一样 可以在水里游动啊 除了这个机械精灵鱼之外 那它们呢 其实已经制造过很多机械鱼哦 那它们是要带我们什么的机械鱼 等一下再说 早在1999年呢 它们就已经制造出这个 机械海鱼 就是盗片的这个鱼 而且在2001年啊 它们就制造出这个活化石 猖祭鱼 那现在就到生物体 做这种机械鱼啊 有什么用处 请说 来 给你 想要养鱼蛋这鱼 诶 这条鱼可是不便宜啊 给你体验一下 哎 这种鱼太年轻了 那你们觉得呢 其实啊 这种机械鱼啊 在生物科学领域呢 是有很大的积极作用的 第一 它们呢 因为是仿生鱼嘛 做得很像针鱼一样 放到海里呢 就可以下到海底去观察其他的鱼类 而不会惊吓到其他的鱼 因为在别的鱼的眼里看来 它就跟针鱼没分别嘛 所以呢 它可以很好去观察其他海底生物的生态 而且啊 可以去到海底 探测海底的地形 把地图整个给扫描回来 哦 就像那个录影机 啊 对了 而且这个录影机哦 是不会干扰到其他的鱼类的 可是 就算他们放那一只鱼下去也没有很难啊 可是你要一靠近那种真的鱼 它一定会跑掉啊 反正你在那边不攻才就会靠 它要游动啊 它要去别的地方啊 所以如果把摄影机做成跟鱼的样子一样的话 那个就是最好的 不过还有一点哦 就是怕给更大鱼了 吃掉 这个是 他可以研究了 吃什么 啊对啊 如果抓到那个鱼的话 还有一点 那就是 因为它是仿生鱼嘛 所以呢 它可以把很多已经绝种的鱼类 重新复制出来 放到水族馆 让人去观赏 这个还服错嘛 这有一些鱼呢 我们是很难看到的 或者别的国家 它是养不了这种鱼的 通过仿式鱼科技呢 就可以重现这种鱼 让我们这边的人看到 那说到这里啊 可能你们就要大骂一声 嘿 骗人了 哈哈 那生物界里面 有没有黄金鱼呢 金龙鱼呢 金龙鱼是金龙鱼嘛 有没有黄金鱼呢 I don't know 其实啊 还真的有的 有一种鱼类呢 叫做黄金打磨 那可是真的是存在在生物界里面 照片里面呢 这个就是黄金打磨 也称为 24K黄金打磨 可能啊 这个就是留言出来的 24K 纯黄金的来源啊 在影片里面的 这个24K黄金打磨 它的学名呢 叫做橘色复钩鱼 它是一种甲骨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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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 它是一种甲骨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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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 它就像我们看到的Lady Bird一样的 不假 对啊 也是闪闪发亮的 不过能不能够提取到黄金呢 那我就不知道咯 所以呢 这期的趣闻趣事 我们就说到这里啦 谢谢大家的支持 如果喜欢的话 可以给我们点个赞 并且订阅我们 还有打开小铃铛啦 谢谢